因为带队仍然站着自由 而他们不能抵抗那一路 而我愿意成为美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保守评论 我是雨林 今天是2021年4月28号星期三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是登在昨天我们北美保守评论的网站上面的 原文是登在联邦党人网站上面 作者是Helen Rallish 希望我读对她的名字 那是我们的同工Joseph翻译成中文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为什么参议院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 是政治闹剧 他的subtitle 他的副标题是说 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 可能会让参议员们自我感觉良好 但他对解决亚裔美国人的真正关切的问题 无济于事 所以这篇文章是在解释 因为在4月23号刚刚推出了一个新的法案 这叫做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 听起来很好 我们是华裔 那亚裔就是亚裔的一部分 那现在有参议员有这个是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 那就是说是保护亚裔的 那我们华裔也在受保护的一份子之一 那应该是很好很好欢迎这个法案才对 那为什么这篇文章却是批判这个法案 称它为政治闹剧 而且说它对我们真正关切的问题 就是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安全问题 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不长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 那我今天读它的大部分 本身就不长 所以我大概读了它的一半以上出来了 读好以后我会再继续解释一下 如果我读的时候 大家觉得有点沉闷 听不懂的话 耐心一点 我之后会解释 我尝试口语化一点读出来 文章这么说 为了应对反亚裔犯罪的增加 美国参议院以94票对1票 通过了一项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 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 夏威夷州参议员广野庆子 Mazi Hirono OK这个Mazi Hirono 我要说一下 She's a ridiculous person 她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OK 她是民主党的啦 当然 就是在那个大法官 Amy Coney Barrett 她在要通过听证会的时候 就是我记得是这个 Hirono女士就问她问题 说你有没有试过性侵犯别人呢 性侵犯别人 没有任何证据 没前没后的就问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来 所以这个参议员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听说他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专门问保守派 OK 这个是题外话 那么就是这位Hirono参议院说呢 他说通过这项法案就发出了一个坚实的团结信息 就是说当亚裔暴力事件在我们国家激增的时候呢 参议院是不会成为旁观者的 然而对于这个法案的仔细研究 就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努力是不是真的像承诺的那样 对于防止亚裔仇恨犯罪起到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也就是这个作者是非常的怀疑到底有没有作用 他说基本上这个法案在司法部设立了一个职位 听啊增加了一个职位 这个职位是做什么呢 是以促进对仇恨犯罪的快速审查 就是你们查的快一点啊 你们快一点啊 快一点啊 不要拖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位啊 我想不如我们都去申请试试看啊 好 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司法部长向各州和地方执法机构 发出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 指导你们说要什么呢 说明如何建立仇恨犯罪或者事件的在线报告 OK 就是指导你们怎么样在线上去报告仇恨犯罪 来收集数据 并且提高公众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仇恨犯罪的认识 提高公众对这方面的认识 OK 很多官话 老实说 好 然而这个数据收集和报告呢 是在犯罪发生以后来进行的 就是已经有亚裔被打了被踢了被刀筒了啊 送进医院了还是进了棺材以后啊 你们要快点啊 你们要收集数据啊啊 这样的意思 由于亚裔美国人目前面临暴力犯罪的增加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特别是为了我们的长辈 我们需要不必担心在走出银行 在街上闲逛或者在晚上在家里睡觉的时候被推被踢被抢甚至被谋杀 不幸的是参议院的这个法案没有解决亚裔美国人的安全问题 这个法案最重要的缺点之一 就是把最近所有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犯罪定义为 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仇恨犯罪 只要有人攻击亚裔那都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 OK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文章说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 由于对新冠病毒的恐惧而发生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口头骚扰和人身攻击 但是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仇恨并不能解释去年夏天以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所有暴力犯罪 文章还有举出一些例子一些案例啊 那我就略过没有说 就在该法案通过后 就是4月23日 在纽约市有人攻击61岁的马要判 并且反复踩达他的头部 这位马先生现在生命垂危 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这一卑劣事件表明 参议院法案对于减少亚裔美国人以及其邻居目前面临的实际暴力犯罪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你这个法案一出来 人家马上又去攻击亚裔了 所以真的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就是马上打脸呢 文章继续说 该法案的另外一大缺陷在于 其提案人和他的民主党同事拒绝解决精英大学对亚裔学生的歧视问题 OK 所以法案不是说不能歧视亚裔吗 不要欺负亚裔吗 你知道最歧视亚裔是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这些精英名牌大学 谁都知道亚裔华裔读书最厉害 最喜欢进名牌大学 所以这些名牌大学就搞了一个平权法案 提高亚裔要进大学的门槛 最高特别高 所以这个摆明是在歧视 那么趁这个机会是否可以解决这个歧视问题呢 我们继续看文章 没有其他问题比害怕失去平等 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更让亚裔美国人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 感到焦虑 是啊 如果我们都是华裔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是最注重孩子的教育的 这种恐惧和焦虑 是由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分裂性言论和行动 所造成的 而民主党人没有反对 而是延续了这些言论和行动 那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 critical race theory 批判性种族理论 那批判性种族理论是要讲反种族歧视吗 错了 他打着反种族歧视的牌子 其实他是增加种族分裂 那他是怎么凭这些种族的呢 就是如果你是有优势的 你赚钱比较多 你的生活比较好 那你就是压迫者 如果是穷的住在贫民窟的 又没机会读大学的 那他就是被压迫者 所以这个种族理论平来平去 亚裔跟白人是归为压迫者 黑人 贫穷的黑人 他们因为吸毒 他们因为不好好工作而贫困 所以他们是被压迫者 所以这个CRT 批判性种族理论 对亚裔绝对是不利的 你不要以为 这些理论是在帮助少数族裔 我们亚裔 我们华裔就占光了 绝对不是的 好 我继续读这篇文章 许多亚裔美国人认为 这种限制他们的孩子 接受优质教育的企图 是对他们的孩子 参与美国梦的不公正排斥 绝对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 大纽约地区的华裔公民联盟 称批判性种族理论 是今天的排华法案 和针对亚裔的真正仇恨犯罪 确实如此 不过我顺带说一声 当年的排华法案 其实也是民主党在推 所以今天的这个CRT 或者是AA Affirmative Action 也是民主党在推 民主党是真正歧视亚裔 欺负亚裔的政党 我继续读 德克萨斯州参议员Ted Cruz 试图通过提出 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的修正案 来解决这种针对亚裔的真正仇恨犯罪 就是这个是Ted Cruz 他是共和党的参议员 那么他呢 想要来解决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真正歧视亚裔的这种法案 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要求禁止联邦资助任何在招聘 申请人审查或录取中歧视亚裔的高等教育机构 就是说你不要再去鼓励这些名校来歧视亚裔了 这些名校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摆到名是设立更高的门槛给亚裔 尤其是华裔 他们还要用一个亚裔细分法 就是要把华裔挑出来 不让你们这么容易进大学 谁叫你们读书那么厉害 所以呢 他要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怎么样 最终他的修正案因参议员中的民主党多数投票反对而示范 一个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法案 未能解决针对亚裔的真正仇恨犯罪 这真是一个讽刺啊 就是说你们不是反亚裔仇恨吗 可是你们却反对一个要制止仇恨亚裔的一个真正的法案 所以呢 你就等于是贼喊抓贼了 所以这是一个讽刺 实际上民主党对针对亚裔的犯罪行为是选择性愤怒 更多是为了推进政治议程 而不是为了解决亚裔真正关切和亚裔的恐惧 这项反亚裔仇恨犯罪立法的通过 可能会让两党的参议员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对大多数亚裔美国人来说 这项法案只不过是吹牛骨臭 我们并不感到安全 而且我们仍然对我们孩子的未来感到焦虑 这篇文章我就读完了 大概读了一半 所以不是很长的文章 鼓励大家也可以再去读一下 好 可是如果听了这个文章 你还是不明白 你还是觉得反亚裔仇恨犯罪法还是挺好的 起码他的用意是良好的 起码人家是善意的 是不是我们亚裔一向来都很受忽略 现在好像突然成为主角了 我们还要去骂人家好像不大好吧 如果你还是不明白 或者你明白了 可是别人不明白 那你想要怎么样可以简单的解释清楚呢 所以我现在就想要用一个比较生动的故事 来比喻一下 来解释一下 我顺便也解释一下 我用这个故事 这个比喻 来解释一下 民主党 共和党 和华裔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三角关系 好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叫做金莲 此金莲不同比金莲 所以我只是借用这个名人的名字 所以女主角叫做金莲 男主角 男一号叫做Simon 男二号叫做大郎 好 那话说金莲呢 是一个沉静温柔 刻苦耐劳 很单纯的弱小的女子 那她呢 人家就介绍她跟大郎认识 本来她跟大郎是有着比较接近的价值观 那么他们两口子一起过日子呢 还挺可以的 因为这个大郎是一个老实巴交 不善辞令 比较胆小懦弱的一个男子 可是呢 就老实嘛 对金莲也还好啦 那么大家一起勤劳工作 过过小日子 其实还不错的 养儿育女 供个房子 买个车子这样子 那金莲呢 和她的家人 因为个性 内向啊 比较单纯懦弱 所以而且个子也比较小 比较瘦小 所以就比较容易被人欺负 从小也是被人欺负多了 所以金莲的内心呢 是缺乏安全感的 她常常盼望 有一个光辉正义的 一个王子一样的人 来呵护她 保护她 为她遮风挡雨 如果她被欺负的时候 可以挺身而出 为她打抱不平 那么就给她安全感 让她可以过更加舒服 起码免于恐惧的好日子 这个是金莲心底里面 一向来有的梦想 这个很正常啊 可是这个大郎就有一点 就比较满足不了金莲 因为大郎也是比较懦弱嘛 那同一条街上呢 住了一个人 叫做Simon 这个Simon呢 其实他是一个游手好闲 好吃懒做 吃喝嫖毒 也不好好工作 这样的一个花花公子 可是呢 他就是嘴巴够甜 人也聪明 他很懂得巴结权贵 就用从权贵那里 骗来的 或者是巴结拍马屁得到的钱 去收买很多小弟 小罗罗来帮助他 造谣绅士 然后他又用钱 去收买这条街上面的 这种长蛇妇人 比如说像王婆 这样子的 王婆 孟婆 臣婆 灵婆 这种长蛇妇人 去帮他说好话 逢人就说 哎呀 Simon多好啊 Simon做了很多好事 Simon专门帮助弱小 Simon对穷人特别好 对我们这种老人家特别好 好话说尽 而Simon呢 自己也是很会 甜言蜜语 所以看到人 在人家面前 就装出一个光辉的形象 所以今年呢 听多了王婆说 Simon怎么好 怎么好 听其他长蛇妇人 街坊邻里说 Simon怎么好 怎么好 心里面呢 也就开始向往了 就觉得 Simon才是自己理想的靠山 于是慢慢慢慢 金莲就向Simon靠拢 到后来 金莲就带着自己的一家子 带着 甚至是跟 大郎一起生的孩子 和自己的父母 就一起 跟Simon来过日子了 那Simon呢 确实每天对金莲啊 那个甜言蜜语 好话说尽啊 哄得金莲呢 是服服贴贴 哎呀 觉得Simon对自己 果然好啊 每天都说呢 有多么爱自己 每天都说 要给自己过好日子 让自己不用辛苦 不用受人家的气 不用给人家欺负 确实啊 可是呢 你真的如果要问金莲 到底Simon为你做了什么 金莲其实是说不出来的 为什么呢 说到钱 钱是金莲赚的 因为金莲呢 她很勤劳 她是一个刻苦的耐劳的好女子 所以平时生活的钱 其实都是金莲自己赚的 房子的租金是金莲付的 家务活是金莲做的 孩子的学费是金莲付的 那么金莲呢 继续经常被欺负 因为他还是很弱小嘛 那Simon好像也没有给金莲付出什么 也没有帮金莲打抱不平 没有为金莲说什么呀 到后来这个欺负越来越严重了 金莲的父母出门也会被人打 被人踢 被人辱骂 金莲的孩子要去读书呢 处处受到刁难 别人家的孩子 很容易就可以进去学校读书 金莲的孩子要去读书 分数一定要考得特别高 学费特别高 总之就是门槛特别高 那金莲就跑去跟Simon说 为什么这样啊 你看Simon好像不大公平 Simon从来不帮金莲解决 还帮着别人说话 金莲呢 我这么爱你 你要相信我 而且你要感恩 你看你现在有的吃 有的穿 有的住 是不是 都是我给你的 你还要抱怨什么呀 金莲就说 确实是这样啊 不信你去问王婆 你看王婆怎么说我 王婆又继续说 Simon怎么好 于是金莲又 Simon还是对我最好的 确实他每天都告诉我 他很爱我 确实他真的对我很好 所以金莲继续相信 Simon确实是很爱他 可是呢 金莲继续被欺负 金莲的父母继续挨打挨骂 金莲的孩子继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这个金莲的爸爸出门啊 哇 被打得进医院 尤其是旁边的那个小黑 就认准了金莲他们一家 好欺负 身上也带着钱 特别容易抢到他们的钱 而且个子小胆子小 特别好欺负 所以这个小黑 就特别认着金莲家的人来打 所以金莲的爸爸甚至被打得进了医院 脑出血 金莲自己也常常被小黑打 小黑骂 于是又跑去跟Simon说 你看这个小黑啊 这个日子怎么过啊 这样子每天追着我们来打 明明就是针对我们啊 这怎么办呢 Simon跟金莲说什么 Simon说啊 你知道吗 小黑打你 那都是小黑的班长 小白的错 为什么小黑打我是小白的错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小白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曾经奴役过小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所以啊 就害得小黑 他就没有家教嘛 没有教养嘛 没有人管教他嘛 所以他也没有受教育啊 他家里也穷啊 他多么的可怜 所以你不可以责怪小黑啊 你越被小黑打了 你越安静 不要说是小黑 你应该去怪小白 我帮你去骂小白 金莲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 骂小白 那都是小白的错 还有啊 你知道吗 以前啊 他们班的那个班主任老白 也是他的错 为什么是老白的错 因为老白曾经说 你们金莲老家有病毒 传过来我们这条街 害得我们这条街一地鸡毛 所以啊 这个老白说出这样的话 那就是老白害你们被打的 可是我们家好像真的是有把病毒传过来 这不是事实吗 老白只是说出事实 尝试解决问题 哎 你不能这么说 就是因为老白这么说 才是弄到这个小黑啊 来恨你们 而且小黑你看他多可怜啊 所以啊 你一定要骂小白 骂老白 就是不可以责怪小黑 小黑是很可怜 我们要 我们要去同情他 他穷 我们要去呵护他 总之不能说他 还有啊 你要知道 最爱你的 还是我 所以你千万千万一定要信任我 所以这个金莲啊 被Simon这么说说说又糊涂了 看来我还是Simon最爱我 因为他告诉我 原来我被小黑打 都是因为小白的错和老白的错 原来是这样 可是即使是这么说了 让金莲心里好过一点 骂了小白 骂了老白心里好过一点 可是事实上 还是每天被小黑打呀 这日子怎么过呀 所以金莲受不了了 又去找Simon了 Simon啊 这日子不能过啊 我们都活不了了 这个小黑欺负 我们实在欺负的太严重了 怎么办呢 这个Simon想啊 这个问题不解决 好像不行 好吧 我帮你解决 我帮你 真的这次 我实在很重视你 我实在很爱你 我一定要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 我要做一个匾额 这个匾额上面 要用金字来写住 反对欺负金莲匾额 把这个匾额高高的挂在咱们家的大门口 对着大街 还有我要请一个人来看住这个匾额 来提醒人家 说反对欺负金莲 谁欺负了金莲 你就去跟那个人说 哇 真的吗 你真的这样做 好感动哦 对 而且为了这个呢 你看我要做一个匾额 我还要请一个人来看住这个匾额 所以就要给钱 哦 金莲又给钱 而且非常感动 觉得Simon真的是太好了 那可是这个匾额挂起来 会不会阻止别人来欺负金莲呢 还是会被欺负呀 所以金莲一出门 还是挨打了 哎呀 为什么这个匾额明明高高的挂起来 我还是挨打了 为什么呢 好 我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 因为这个打人的小黑 从来就没有受到过警告 因为他穷 因为他没有爸爸 因为他没有办法 所以呢 全部的人都不去责怪他 也不去警告他 所以这个匾额 是为小白和老白而放的 不是为小黑而放的 所以没有关系 小黑继续打人 还有第二个原因 因为任何人欺负了金莲以后 从来不需要付代价 不需要受惩罚 那所以呢 那我为什么不要继续去欺负他们呢 还可以抢他们的钱去花 所以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只不过是一个匾额高高挂起而已嘛 所以呢 可是金莲还是受欺负怎么办呢 那 Simon就说 以后每当你受到欺负的时候 你就抬头看看这个匾额 你就感受到我对你的关心 和我对你的爱了 是不是 金莲就说 是 谢谢你 你对我太好了 你做了一个匾额 让我被欺负的时候 每天可以看着这个匾额 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啊 所以金莲就每天继续活在美好的梦想当中 可是继续在残酷的现实当中受欺负 所以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 那么你们听到这里 认得出这个故事谁代表谁吗 金莲就代表着在美国的华裔 或者亚裔 不过我们今天针对的就是要说给华裔听嘛 Simon就代表了左派的民主党 这个嘴巴很会说 可是从来都不做实事 还会弄一块匾额给大家看 可是其实起不了任何作用 所以这块匾额指的就是 这个反亚裔仇恨犯罪法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大郎 大郎是谁啊 这个不作为无能的大郎 就代表了共和党 那么这个长蛇父王婆 说尽Simon的好话 就代表了主流媒体 所以这个大郎不作为 真的是无能 各方面都无能 有时候也不能怪金莲被Simon骗得去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就看到 Simon可恶 大郎可恨 王婆可耻 金莲可怜 那怎么办呢 奉劝金莲们 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华裔都像金莲这样 有很多华裔其实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 尤其是观看北美保守评论的华裔们都不是这样 可是可能你们都会认识一些金莲 奉劝金莲赶快离开Simon 不要再相信Simon 也不要相信王婆 这种长蛇父 他说的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然后尽量去骂醒大郎 你们这一区有什么议员 参议员代表你们的众议员 去骂醒他们 自己强身健体 不要这么容易被欺负 不要整天指望有光辉正义的白马王子 来打救自己 来帮助自己摆平一切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解决一切问题的 任何人如果假装很完美 一副光辉的形象 那么这个人 而且他用甜言蜜语 来答应你一个美好的人间乐园 这样的人 你绝对不要相信 不要找了一个骗子 又在找一个骗子 被Simon骗好以后被Johnny骗 被Johnny骗好以后被Peter骗 永远都在被骗 所以一定要找教训 不要在人间找救世主 不要在人间找乐园 要抬头仰望 那找到更高的信仰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得自由 愿大家都不做这一个被骗的精灵 而要做一个得到真自由的 有智慧的妇人 这里是北美保守评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